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ikos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这一次的名词叫做Tenros Bers Tenros 是一个数学家 他父子都是数学家 那今天 看我只有这个时间 看一下 来 你看 这是一个模拟 这个人就一直上楼梯 一直上楼梯 然后一直上楼梯 一直上楼梯 你是不是看到他一直在上楼梯 没错吧 把他快转 一直上楼梯 一直上 好无聊 她的一辈子就一直在上楼梯 一直在上楼梯 破解 你知道吗 你在画作上看到的 真实世界里要造 要造一个这样的形状 而且你必须透过某一个特定的角度 才会看到她 一直在上楼梯 下楼梯 这样了解 那我们再往下 这个叫Penros Penros阶梯 Penros阶梯很妙 是不是要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 这一段应该 朋友会算蛮开心的 就是一个 荷兰的一个视觉运术的学院 他们的作品 所以没事不要乱喝酒 乱喝酒 你才会发生什么事 她喝这个酒回家了 你看监视器在看她 把她爬楼梯 有很多监视器对不对 一直在看她 要走到哪里监视器来看她 监视器录影录下来了 哦 她的酒瓶被丢到前面了 哦 酒瓶在前面 哦 没酒 丢掉 没有的酒瓶丢掉 他刚刚丢掉的酒瓶打中了她自己 怎么会这样啊 你把她往下丢 看会发生什么事 快逃啊 快逃啊 一直被酒瓶追 而且我永远跑不出去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又被打中 又昏了 又起来 哦 很生气耶 一直被这个酒瓶一天 我来回家吧 他多回不去 没关系 酒瓶一直掉 一直往下掉 一直往下掉 一直往下碰 又跑到我这里来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我快崩溃了 受不了 我快崩溃了 怎么办 诶 绳子 哦 你是你 怕什么 你看 配乐出现了 我就往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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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分了 我怎么又回来 同个地方 啊 啊 jan 诶 诶 我 逃不掉啦 砰 坚士气 啪 启动 开始录影 我又要逃出去 我又逃出去 再聽一下 再聽一下 時空的戲風被打開了 Yes 我破解了Pembro's stairs 我破解了Pembro's 接庭 其實它根本就是剛剛的那樣 可是 媽呀我竟然活在一個 剛剛看到最後那一幕嗎 我竟然活在一個Pembro's的世界裡 瘋了 這幾天好不好玩 很酷喔 笑耶我也覺得它是笑耶 好啦 小朋友告訴我這件這個東西 這個長長的東西它是這樣子 還是是這樣子 就是你知道嗎 我在問它是長這樣 這樣子看嗎 還是你看到是這樣 都可以 欸兩種都可以對不對 知道我在講什麼喔 那你試著想像是這一端比較靠近 那整個盒子就是往上 有沒有 好像都可以對不對 我跟你講啊 這就是我們破解這件事情 你要知道的基本常識 來 這個結構哪裡有問題啊 沒有下來的 哪裡有問題 這幅畫哪裡有問題 梯子上去沒有下來 梯子上去沒有下來 我看到另外一個耶 你看這個人 他在二樓 他在屋子裡面 然後他爬這個樓梯 他竟然爬到三樓的外面 那如果他在三樓的外面 他爬爬爬爬下來 怎麼會跑到二樓的裡面 很奇怪耶 到底是哪一根柱子有問題啊 好 接下來請仔細看這個 默默坐在這裡的一個 應該是古收的阿宅 他手上拿了一個東西 我幫你把它放大 等一下 他手上拿的東西是這樣 小朋友還記得 今天桌老師怎麼出場的嗎 我是不是從一個 類似這樣的盒子裡頭走出來 可是這個盒子不應該存在對不對 這個盒子怪怪的對不對 你照的出這個盒子嗎 很難吧 好 背罩子嗎 還好漏掉什麼 樂道進步這個我們回去看 這個我們剛剛講過了 來我們延續這個往下走 這個叫做內克方塊 內克方塊 內克他是一個瑞士的研究晶體的科學家 用他的名字來命名的 所以他的這篇論文在這邊 我們今天就不看 內克方塊的邏輯跟他原理 跟不可能的三角形是一致的 我們剛剛在看影片有沒有 還記得不可能的三角形 有沒有 來 既然是不可能 我們有沒有可能做出來 哎呀 這是傻也之 而且這是我們所謂 才做出來的一個不可能的三角形 三角看為什麼 好 謝謝你 錯覺一下 他真正的結構是長這樣 那你是不是要透過某一個特定的角度 才會看到他的不可能 好 再看一個 這是不是看起來也不可能 那他怎麼做 這樣做 所以 小朋友們 我要解釋的是 為什麼你拿到的材料包裡頭 有這個小小的小木棒 就是回家自己要做的 我們前面會提供sample 今天沒有時間做 但是告訴你有這個東西 好不好 好 所以 果真如果預期 一大堆東西講不到 包括什麼呢 愛雪有一幅畫叫Gallery畫廊 很有名 他就是畫一個年輕人在畫廊裡頭 看自己的畫 那些畫裡面很多都是愛雪自己的畫 然後他透過不斷的愛 這個裡面有很多數學 我們這邊就不講 另外一個就是 他用不同的形狀 鋪滿整個平面 一開始開始有講過 這裡我要問小朋友幾個問題 用三角形可不可以把 一個平面鋪滿 可以把 可以把 小朋友知道 第一個三角形 第二個三角形 一樣大的三角形 第三個 然後一路往下走對不對 是不是就可以鋪滿 好 接下來問 四邊請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六邊請可不可以 可以 五邊請可不可以 為什麼 欸為什麼三四要跳過五 然後直接到六啊 三可以啊 三也是激數啊 歡迎來念中央大學物理系 你收到固態物理的時候就會告訴你為什麼 有沒有看到 有一邊比較長 有一邊比較 五邊習為什麼有一邊比較長啊 一樣的齁 這個就跟第二個主題有關 然後台式大學物理系 許志龍 許志龍教授 做了非常多這個 平面的品貼 很有趣 我們今天 待會兒如果有空 我再 散會以後再給大家看 這些也是我們今天沒有辦法看的 最後我們用一個 我覺得這個廣告很酷啊 所以我待會兒會放給大家看 但是在做這個廣告之前 還記得老師剛剛有講到說 樂觀的人跟悲觀的人 樂觀的人看到人家有點say hi 悲觀的人就指天指地 都是你的錯 這個作品我們把它立體化在前面 歡迎大家來觀察 這是不是一部平面 然後那個黑色白色的人 是不是走出來走到一個舞台 原型的舞台 作品在這裡 很酷 如果想要的話我這樣可以自己做 這一幅叫做相對論 他為什麼叫相對論 小朋友幫我看一下 這三個人走的樓梯有什麼不一樣 我的媽呀 如果那個他的下面是下面 那那個人的下面不就是他的上面 然後那個人的左邊又變他的右邊 你在這個世界裡頭怎麼活啊 有看出來嗎 有看出來小朋友舉手 這個世界怪怪的 怪怪的 怪怪的 怪怪的世界我們也做出來了 來 前面 大家也可以來看 這邊有個白色的 我們把這幅畫做 他從平面我們把它變立體 那如果你不是那麼擅長做這些東西的話 你可以做簡易版 這兩個版本都有提供 OK 這是第二個 再來 很可愛的蜥蜴 其實我問過我們數位系的善老師 我跟他討論了很久 我不知道為什麼愛學這麼喜歡爬蟲類 他很喜歡畫各式各樣爬蟲類 蜥蜴啊變色龍啊 這個作品我們也有 在前面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拼圖 很漂亮的拼圖 小朋友大家再過來看 好 這個就很酷囉 這個是鳥 這個鳥呢 它有一個六邊形的對稱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出來 在這邊 所以你有六隻 你看齁 淺色的跟深色的三隻 三隻對起來六隻 可以拼起來 形成一個循環 這是鳥 這又是蜥蜴 這蜥蜴也很可愛 我們的作品在前面 它是四隻拼起來 可以變成一個 一個circle OK 好 這是我們的reference 就是我們用一段廣告做結尾 這廣告很可愛 我們又要幫奧迪做 搭廣告 但是 它很酷 所以 我們看一下 因為在這裡面 你會把今天所有學到的 它全部 幫你做總結了 來 看電影要關燈 自己要關燈 怎麼會這樣 好 好 全場 我們就用這個很棒的 某汽車廣告做我們今天的結束 然後小朋友要仔細看 聽 剛剛是不是很多鳥飛過去 不是因為王家衛喔 你有沒有發現艾雪人很喜歡畫鳥 我們會看兩遍 然後我會第二遍的時候 在提示你要看什麼 嘿 嘿 蛤子 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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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做的梯子公子 刚刚那个很像喔 很厉害 好 来 好 这一次 我看第二次的时候 朱老师就要啰嗦一下 那你们还会看到比我更多的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分享 好 朱子有什么会叠 不一样高 不一样高 仔细看 诶 里面的呢 里面的比较高 这跟刚刚那个 爱雪的那个 爬梯子的那一幅是不是很像 馏花台 有没有 这柱子都乱接啦 这事实在是乱七八糟 怎么可以这样盖房子 这不会倒才怪 再往下看 这跟住者很怪 这跟住者很怪 这个才是 太过招 有报从哪里 不要激动 对不起 这里我要讲一下 这个隐喻 我要讲一下 爱雪的那一幅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讲到的画廊 拜托大家一定要去故宫 看这个展灯 画廊内幅里头 除了它有很多数学上的 很酷炫的东西 我今天实在没有时间讲 在画廊里面 其实中间有一个场景 就是有一个妇人 站在一个窗户上 往往下看那个画廊 所以 这个意象 其实是有原因的 这个就不用解释 这很容易看出来 来我们如果从下面数 一二三三个柱子 而从上面数是两个 有没有 错试的很多图片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效果 这边的车子跟这边的车子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我们一定要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 就是你们看完所有这些东西 你们头不昏 我真的会很佩服 然后你们就知道 我们为了准备这场假日出去玩 我们集体就是在那里 所有人都在头昏 每天 好 来 电影放完了 开灯 好 我会到 如果想要进一步知道 到这个爱学更多创作里面的内涵 不管是数学的 科学的 赛老师的这个 这场假日科学广场可以参考 然后赛老师也帮这个展展览 写了导览 那另外刚提到 台师大的许智龙教授 这边我秀一下 台师大的许智龙教授 他的网页上 有很多这类的 相牵拼貼的数学原理 把他讲出来 就也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另外还要介绍一位老师 是师大著中的 洪梁真老师 他也是我们 加热科学广场的好朋友 有参加过 加热科学广场的 朋友就知道 我们请他来过两三次 那今天我们也会送 洪梁真老师 帮我们设计的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 长得是这个样子 长得是这样子 做出来以后 我要问小朋友的是 请你告诉我 他是爱学的哪一幅作品 获得的灵感 你们拿到的是一张这样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 回家做的时候 做出来每一个长的样子都跟这样 像元宝一样 像元宝一样 然后请大家通力合作 做出六个 取得这个结构 待会我们正式结束以后 我会把这个结构的 是从哪一幅作品来的 这个 其实有耶 我没有写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从哪一幅作品 然后获取灵感 然后做出这个东西来的 好 今天的 小朋友 小朋友 来 先回去 先回去 来 我要做一个正式的结尾 好吗 小朋友 小朋友 你的东西 很想带回家 对不对 来 这个是我们来不及做的 那个impossible的triangle sample在这边 可以请大家看 你要留在现场把它做完 也欢迎 好不好 如果你要赶期间 你就回家做 它的样子长得这样 如果你更过分 你想要做一个 朱老师 从那个不可能的箱子里 走出来的那个结构 它其实就长这样 我们给你的材料也够做 好吗 但是今天时间不够 所以这个要回家做 好 那接下来你们要做的是情事 第一 我跟你讲 拍下来会有 会有 你要拍好几个角度 不然你不小心拍到那个 刚刚好的角度 哇 回家就做出来 大朋友小朋友 大朋友要做第一件事情 收好你今天所有的战利品 还没弄好的去弄 第二件事情 诶没有人要理我了 第二件事情 想不想从那个不可能的箱子走出来 好 请到后门那边 我们有工作人员 然后 从那边排出去排队排找 然后我们就在混乱中结束了今天的价日科学抓场 希望大家有问题的话 随时跟我们联络 然后大朋友小朋友要回来帮我们写问卷哦 不然你的东西就不能带回去哦 好 所以记得做完作品 拍完照 问卷要交给我们 才可以回家哦 好 谢谢大家